女人过了三十,要看清男人的三个套路才能劫生自好 一个女人总会在年少无知的时候遇到一些辜负自己的男人 其实女人的出发点并不是错的,只是想找一个最爱自己的男人 一生相濡以沫,并不舍求那个男人大富大贵 只舍求那个男人这一生对自己足够好 但是当一个女人在年少无知的时候遇到一个辜负自己的男人 所剩下的也只有无奈 而一个女人如果过了三十岁的时候,才要看清男人的一些套路 如果还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无知,容易上男人的当 那真的是一种人生的悲哀了 女人过了三十岁,就要懂得看清男人的三个套路才能劫生自好 第一个,总是花言巧语,行动上不给力 对于很多男人来说,当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你 在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上都能体现出对你的爱 这样的男人是值得托付的 但是一个男人如果只会花言巧语,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你生活的多么糟糕,他只会在嘴上关心你 从来不会在行动上给你过多的关怀与问候 那么这个时候女人就要注意了 这个男人一定是口是心非的人 一个男人如果足够爱一个女人 他一定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 而那些口是心非的男人 他想得到的只是自己心中的一些小目的而已 并不是真正的爱你 女人一定要明白这种男人的意图,防止上当 第二个,男人过早的提出肢体接触 其实我们所说的肢体接触并不是简单的牵手 然后拥抱之类的 只是男人想和你有夫妻生活方面的行为 如果一个男人和你认识很长时间 一年多两年多,男人从牵手到接吻 一直过渡到肢体接触 这要是一个很合理的方式 但是现在这个生活中好像是一个快餐化的时代 很多人都喜欢数战数绝 但是女生这个时候就要防止男人过早的进行肢体接触 如果说刚开始见面一次两次 男人就提出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意图 女人一定要注意 男人接近你可能只是为了这一个目的 和你玩完之后会立马走开 这样的时候,受伤害的还是你自己 说明这个男人根本不是真心的爱你 第三个,男人对你说自己的感情不和谐 其实这种情况主要指的就是 已婚男人对于小三说的一句话 很多已婚男人对小三说的一句话总是 我跟我的妻子感情不好 我根本就不爱她之类的 其实这些话只是男人用来骗小三的话而已 女人如果过了三十岁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已婚男人 到那个男人对你说 他自己的感情状况不和谐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他或许并不是感情生活不和谐 只是博取你的同情 然后想得到你而已 在这样一个感情都是快三化的一个时代里面 女人一定要注意 想找到一个对的男人 一定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不要接触一次两次 然后就轻易的把自己的幸福 租在一个男人身上 这样风险真的很大 年轻的时候你可以犯错 但是当女人过三十之后 如果还那么傻乎乎的亲信男人的话 那真的就不值得同情了 他怎么的 발생选择 你 受狮 好 你 什么